1996年4月9号是农历的2月29 星期六 当天晚上8点多钟 女青年杨幻之 借口要上厕所 就从呼和浩特市西林南路千里乡饭店离开 来到了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的宿舍 57栋平房楼的西侧的公厕所的女厕所内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被人给奸杀 也没有人会想到杨幻之的死 改变了三个男人和他们家庭的命运 在这个杨幻之走进女厕所之前 隔壁的男厕所里已经有人了 那个人就是现在已经上路了的赵志宏 被执行死刑之前 赵志宏已经身背六条人命了 那天赵志宏路过呼和浩特 卷烟场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尿意袭来 碰巧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公厕 就立马跑进去方便 突然之间赵志宏听到了一阵高跟鞋的哒哒哒的声音 初步判断 赵志宏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十年24岁的赵志宏突然惊虫上脑 受性大发无法控制自己 性直的就冲向了女厕所 赵志宏当场就强奸了杨幻之 为了免除后患 他还残忍的杀害了杨幻之 确认杨幻之死亡之后 赵志宏匆匆的就离开了现场 后来在面对记者的采访之中 赵志宏坦诚说 1996年4月对性的渴望导致我走上强奸杀人的第一步 这一次作案可以说是我人生之中的一个转折点 使我从一个好人彻底变成了一个坏人 这以后我就开始对自己放纵了 就在赵志宏胁迫杨幻之行不轨之事时 其实有人路过 而且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冤死的呼格吉乐图 当时他刚满18岁 在呼和浩特卷员厂工作一年多 年轻有为 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1996年4月9号那一天 呼格吉乐图的同事 延峰 他们一起呢 都是晚班 他们在卷员厂啊 是两班倒 早班呢 是7点到下午3点半 晚班呢 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 吃完晚饭呢 大概是晚上8点多钟 呼格吉乐图突然想起来 自己忘记了带家里的钥匙了 于是就决定回家去取钥匙 回家的路上 他就经过了那个厕所 呼格吉乐图快靠近公厕的时候 就听到里边传来女人的呼叫声 呼格吉乐图不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没有敢轻举妄动 而是返回了卷员厂 叫上延峰 一起去看个究竟 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了公厕的门口 他们两个先是向里面呼喊 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 于是他们拿着打火机 在女侧的门外 探头一看 就看到一具下身赤裸的女尸 那是被赵志宏 先杀的杨幻之 而就在呼格吉乐图 回去叫延峰的这个间隙 赵志宏已经离开了现场 金蝉脱鞘 他就把那个祸水 留给了单纯的18岁内蒙古青年呼格吉乐图 而这个年轻人却浑然不知死神 已经悄悄的降临了 呼格吉乐图当即决定叫去报案 但是被同来的延峰给阻止了 延峰害怕被警察误认为是凶手给抓起来 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如果当时呼格吉乐图 能像延峰一样 这样懂得明哲保身的话 也许就不会年纪轻轻的 就送了性命 被人冤死 还让人踩着他的尸体上位 但是生活里没有如果呀 年纪轻轻的呼格吉乐图 单纯而是善良 最终呢 他说服延峰陪着他来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而当时负责处理这个案件的 是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局长冯志明 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杨幻之的死而改变命运的三个男人都先后出场了 分别是杀人犯赵周洪 被冤枉而死的呼格吉乐图 还有现在的分局局长冯志明 他们当时的身份就是我说的这样 强奸杀人犯 大好青年 还有人民警察 赵志宏的小名叫做小洪 1972年出生在内蒙古乌兰茶布市的一个落后的小山村 赵志宏这个人呢 一没有文化 二没有技术 三没有背景 上完小学 就随父亲呢 外出打工了 当了一位搬运工 据媒体报道 1995年年底 赵志宏风风光光的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 随后夫妻二人就来到了呼和浩特 打工谋生 赵志宏本来就是一个好吃懒做 又没什么能力的人 而且还非常的好色 结婚后的赵志宏 他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反而恶化了 一家人的生活压力 一下子就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时常会觉得喘破气来 于是没过多久 因为嫌弃自己的媳妇是个文盲 赵志宏故意的 让他知道自己和隔壁的女人偷情的事情 于是就成功的离了婚 好色而且懒做的赵志宏 离婚之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也由此开始了 长达近十年的犯罪生涯 据说赵志宏唯一的爱好就是出去找女人 他把钱都花在了女人的身上 只有这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活得体面一些 当他身上没有钱的时候 赵志宏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一开始呢 只是小偷小摸 次数多了 渐渐他的胆子就变得大了起来 直到后来开始强奸杀人 也不过隔了短短的几个月 1996年4月9号 奸杀杨幻之是他第一次犯下杀人大案 第一次强奸杀人的快感 使得赵志宏无法自拔 很快的赵志宏再次犯案了 1996年9月5号 赵志宏闯入一个女青年的家中 在对他实行强奸之后杀害 1996年11月10日 一个小女孩在放学途中 被赵志宏强奸并杀害 当时那个小女孩只有12岁 1997年夏季的一个中午 呼和浩特市 一名中年妇女被赵志宏给掐死 之后又被他强奸 从1996年4月到2005年7月之间 赵志宏在呼和浩特 乌兰查部两地作案 二十余起 多名女性 惨遭强奸杀害 受害者之中 年龄最小的 仅为12岁 到了2005年 一直没有被抓住的赵志宏 就更加的猖狂了 2005年的第二天 元旦刚过 赵志宏就迫不及待的 来到了大街上 寻找目标 很快 一位姓陈的女出租车司机 就闯入了赵志宏的视线之中 赵志宏拦下了陈司机的车 随便报了一个目的地 到了地方之后 拿出从家里带出来的电话线 就将陈姓司机捆住 并且失势了强奸 随后 将其杀害 陈姓司机被杀之后 赵志宏从容的驾驶着他的出租车 驶向乌兰查布市的另一个小镇 土贵乌拉 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的时候 赵志宏发现了正在等车的张某 他假装自己是出租车司机 提出可以低价 把张某拉回市区 张某上了车之后 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赵志宏故技重施 对他进行了抢奸 随后张某趁赵志宏减速慢行的时候 跳下了车逃走 并且立即向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跳车逃走的张某 成为了解开这一系列案件当中的关键人物 张某向警方描述了这个凶手的长相 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七左右 脸很瘦 眉毛很弯 三脚眼 小嘴 警方根据张某的描述 就画出了肖像画 根据这张画 警方开始大规模的寻找凶手 幼儿园里将赵志宏抓捕归案 据了解 1996年4月份到2005年的7月 赵志宏在呼和浩特和乌兰查部两地 往复的作案 大肆的进行流窜的作案 十年间道歉 卢黄也是他在作恶的时候比匕首电话线 还有更加锐利的武器 正是一次一次的谎言使他得以敲开 独自在下12岁的小姑娘的门 并淘来一杯温暖的茶水 随后被他减杀 他用自己的这样的语言又骗了两名女大学生 一位国家干部在旷野或者深夜 自怨自觉的就上了他的黑车 在和园长女友张丽谈婚论嫁的同时呢 又与乌兰茶部的分园的19岁的幼教堕入了秦王 而且还和两名学生家长按捷连礼长期的聘居 2005年呢 赵志宏本人交代 自己才是1996年四九女尸案的真凶 而非已经被执行死刑的呼格吉乐图 由于牵扯到了呼格案 赵志宏在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 始终法庭没有进行二审的开庭 在看守所积押期间 赵志宏曾经写下 承命申请 愿意为该案负责 此时呼格吉乐图已经冤死了十年 2019年7月2号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为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赵志宏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 7月30号上午 内蒙古自治区呼格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对罪犯赵志宏执行死刑 检查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 最后一刻 最高法还是没有确认赵志宏为呼格案的真凶 也就是说 四九案的凶手还不能确定是谁 咱们回合来说 冤死者呼格吉乐图 1996年4月9号那一天 报完案的呼格吉乐图 和他的朋友颜峰就回到了呼格浩特的诀言场 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啊 警方就带走了呼格吉乐图 还有颜峰 并且分开进行审讯 作为第一个见到尸体的人 他们有重大的犯罪协议 凌晨两点多钟 颜峰啊先被放回来了 后来警方呢又找他录了几分笔录 可是呼格吉乐图 却再也没有出来过 再后来 颜峰就得知了 呼格吉乐图是本案真凶的消息 当然这个真凶是带着引号的 1996年5月23号 内蒙古中院开庭 认定呼格吉乐图 犯流氓罪 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同年6月5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核准死刑 同年6月10号 呼格浩特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夏天 春寒料鞘 只穿着一身单衣的呼格吉乐图 在法庭上被宣判了死刑 距离案发只有62天 呼格吉乐图没有反抗 他只是哭着和父母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很冷 身上的绳子很紧 当天上午6点钟 死刑的公审大会在乌兰恰特召开 呼格吉乐图 与其他三名死刑犯 被绳子捆绑 围观的人挤满了两层楼 当天上午10点钟 呼格吉乐图被执行死刑 呼格吉乐图的三弟 庆格乐图在呼格吉乐图被执行死刑之后 在火葬场 料理了后事 他发现呼格吉乐图身上有两个枪眼 太阳穴一个 后脑勺一个 在殡仪馆美容的时候 呼格吉乐图的右眼始终闭不上 呼格吉乐图的父母 不肯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杀人凶手 可是面对带着引号的 证据确凿确凿的口供 他们也无可奈何 看着自己的儿子身形单薄 悲伤的父母 想给儿子在去刑场的路上贴一件衣服 然而就连着小小的愿望 也没有能实现 呼格吉乐图死了 他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份供词 这份供词 是当地警方不让他上厕所 不让他吃饭 不让他睡觉 骗他说那个女孩还没有死 只要他招供 就会放他回家所换来的 内蒙古公安局指出呼格案的铁证是 呼格吉乐图指缝里呢 有这个逾流的血样的样本 与被害人咽喉处被掐破处的血样 完全吻合 然而据案发后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的警察表示 案发现场根本就没有打到的痕迹 受害者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伤口 呼格吉乐图被抓之后 公安机关呢 称呼格吉乐图对案件供认不讳 然而当时的笔录显示 即使在被枪决前的一个月 呼格吉乐图也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 呼格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浩峰 披露呼格案的细节 称当时的案件当中有明显的诱贡和逼贡的痕迹 据当时与呼格吉乐图一同报案的同事 严峰回忆称 自己当时在隔壁的房间 曾经听到呼格吉乐图痛苦的惨叫声 还有桌椅移动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 他就看到呼格吉乐图被用手铐 铐在暖气上 在409案诸多的证据当中 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的经班 但是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乐图的经班 与受害人体内的经班进行DNA的鉴定 而在2005年赵志宏供述了自己是409案的真凶之后 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的经班 又莫名其妙的丢失了 1996年4月20号 呼格浩特晚报刊登的49女尸 这个案件的侦破即时 其中报道 1996年4月9号晚上8点钟 呼格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 接到电话报案称 在一所旧室的女厕所内发现了一具几乎全裸的女尸 报案的 是呼和浩特市卷炎厂的二车间的工人 呼格吉乐图和延峰 警方立即驱车前往现场 当冯志明副局长观察了现场之后 他的脑袋里已经像是沙里淘金一样 不知筛过了多少遍 他的心扉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 心情豁然开朗了 冯副局长 刘旭队长等分局的领导 会议的将目光一起扫向当时报案之后的两个年轻人 心里说 哼 你们两个小子演的戏该收场了 作为优秀的刑侦人员 现场的任何义务都是珍贵的资料 而临场的领导的一举一动 一贫一笑 就算是眉头的一起一服 那都是无声的命令 而那两个报案的男青年 看见忙碌的公安干警 又看见层层围观者 他们想溜了 然而 他们身前身后 已经占了好多的带着引号的保镖啊 分局的同志们就在认真贯彻领导的意图的情况下 审讯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呼格极乐图交代说 我趁天昏地暗 便溜进了公共女厕所挨门的第一个蹲坑 我假装大变 实际上是企图强奸 进侧的女人 大约八点半钟 我见一个女的走进来 我便朝她扑过去 就要强奸 我将她抱住 是用一只胳膊将她脖子 给勒住的 我怕她喊 用另一只手 夹住她的咽喉 没想到她没吭声 我便将她的裤子拉下 上上下下摸了一气 就跑出来了 这份供词 是在警方熬了48小时之后 让她不眠不吃不喝 之后才获得的 为了证实呼格极乐图交代的真实性 由分局刑警队技术士 对她指缝的污垢 进行采样 进行理化检验 市公安局技术士 和内蒙古公安厅 进行了严格的科学鉴定 最后证明 呼格极乐图 指缝里 余流的血样 和现场是吻合的 随着2006年赵志宏的一纸申请 上面的报道 就显得可笑至极 2006年12月05号 在看守所的赵志宏 于一张厚厚的卫生纸上 写上了一份特殊的申请 偿命申请 申请书中写道 我于2006年11月28号 已开庭审理完毕 其中有1996年4月 发生在呼和浩特市 一个毛家属院公策杀人案 不知何故 公诉机关在庭审的时候 只字未提 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是我所为 而且被害人 血一死亡 2014年11月份 呼格极乐图案进入再审程序 2014年12月15号 呼格极乐图被判无罪 距离呼格极乐图被冤死 已经过去了18年的时间 2014年12月30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国家的赔偿决定 支付呼格极乐图父母 李三人 上爱云国家赔偿金 共计2059万6021元 据呼和浩特晚报 1996年的报道显示 四九案件侦破之后 包括冯志明在内的许多警官 因为迅速破获大案 从而获得了二等功 嘉奖的表扬 2005年 以及此后的媒体 陆续披露 呼格极乐图当年的办人员 冯志明作为当时的专案组组长 将呼格极乐图 认定为杀人凶手的过程 也被曝光 2011年 冯志明更是被媒体 报出升职为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 后来进一步明确为市公安局副局长 主管 信访 刑侦等工作 事实证明 之所以会造成 呼格极乐图冤案 和致呼格极乐图的冤死 是因为案件发生时 全国正在处于严打时期 致使警方急功冒进 分极媒体此前报道 1996年4月9号 晚上10点钟左右 呼格极乐图和严峰 被带进了新城分局 办案警察看到呼格极乐图的第一份口供 认为这份口供不支持呼格极乐图为凶手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 局长郑润民生气的就辱骂了办案的警察 阎峰回忆警方 问阎峰呼格极乐图的为人怎么样的时候 说他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 阎峰就说 呼格极乐图这个人 很好 从来都没有看过色情录像 在反复逼问了十几次之后 阎峰不得不说 呼格极乐图曾经说过黄色的笑话 据呼格极乐图在1996年5月7号的笔录 他遭到警察的逼供 公安局的人强迫呼格极乐图按照他们的话说 不让呼格极乐图上厕所 警察骗呼格极乐图说受害人并没有死 你认罪就可以放你回家了 1996年4月10号凌晨 警察开始不停的殴打呼格极乐图 警察打完呼格极乐图时 案件就定性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左右 呼格极乐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 双手伸到背后被靠住 靠在暖气上 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的头盔 脸色发黑 1996年4月20号 呼格浩特晚报 发表了一个整版的通讯 四九女尸案侦破计 报道提及案件的侦破过程 其中写到冯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 简单的交谈了几句之后 对报案人就产生了怀疑 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所里有女师呢 但是当完审讯时候呢 呼格极乐图和颜峰并未在一起 内蒙古的政法系统普遍认为 这份报道有夸大的成分 有文学色彩 随着呼格极乐图陈渊昭雪 2014年的2月15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检查系统造成呼格极乐图 错案负有责任的人员 展开调查 2014年12月17日 时任呼格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 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带走调查 其因涉嫌 蛮乎职守 刑讯逼供 受贿等罪名 被内蒙古检察机关批捕 冯志明成为呼格案 启动追责之后 第一个被调查的责任人 据报道 冯志明不只是在审讯呼格极乐图时 采用刑讯逼供 据媒体从一位曾经担任呼格浩特市公安局重要的职务的领导处了解到 冯志明在1988年担任呼市公安局某分局刑侦大队队长的期间 一宗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刑侦大队的审讯室意外的触电身亡 时任刑侦大队队长的冯志明因此 被办理了取保候审的刑事的强制措施 同时和他的上级 也就是该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两个人都被上级机关免职 但是此案在后续进入法律程序之后 冯志明和该名副局长都被免于刑事起诉 奇怪的是冯志明的仕途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响 2016年8月1号 呼和极乐图案的主办人冯志明受审 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冯志明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塞汉区公安分局局长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 为其他单位个人在房地产餐饮娱乐经营 给予帮助 收受财务450万余元 侵吞公款 公务 非法持有枪支四支 和子弹549发 对价值340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6年10月18号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公开审理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 贪污案 对被告人冯志明 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徒刑 有期徒刑18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呼和济鲁鲁特案 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改判无罪之后 有关机关和部门 迅速启动追责程序 依法依规 对呼格极乐图错案 负有责任的27个人 进行了追责 但是追责的结果呢 都只是停留在党内严重警告 党内警告 行政既大过 既过处分 这个案件要从1993年说起来 在那一年呢 江西省的进贤县 凤领乡张家村 两个男孩突然失踪了 第二天 两个男孩的遗体 在附近的水库被发现了 几天之后 十年26岁的村民张玉桓 就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八年之后 张玉桓终审 被判处死缓 2018年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同意对张玉桓的案件 立案复查 2020年8月 张玉桓被江西高院再审 宣判无罪 此时啊 张玉桓共被积压了 9778天 是目前我们全国已知 关押时间最长的盟冤者 那不同于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河南赵作海岸的王者归来 以及曾经给大家讲过的浙江 张氏舒治案的真凶在先的情形 法院最终呢 是以原审判局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宣判张玉桓无罪的 张玉桓这个案件呢 审判长田甘林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个案件是按照 一罪从无的原则进行了改判 积压时间最长 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改判无罪 这是张玉桓案的两个特殊的地方 那我们在复盘张玉桓这个案件的报道当中 可以发现的机构媒体的接力报道 自媒体的个体化 多视角的呈现 社交平台的深度的访谈 让我们公众呢 全面深入的了解到了张玉桓及其家庭 这27年来的遭遇 实现司法公正 离不开对冤假错案的深刻的反思 而我们媒体啊 在这其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能够刻画出悲喜交加的瞬间 但是无论悲喜 我们呢都应该是记忆深刻 那以往啊 很多冤案平反的报道 很多讲的都是当事人家属啊 怎么的家破人亡啊 其力子散呢 但这一次啊 在张玉桓的案件的报道当中 一些媒体的报道克制而感人 比如澎湃新闻记者魏家明的报道说 他抓住了张玉桓前妻宋小女的故事 写出了平反小人物 在命运面前被迫改嫁的故事 包括他改嫁前 对现丈夫的约法三章 张玉桓平反之后 他想对现拥抱 被拒之后的失望和感慨等等 这几个片段冲突感特别强 虽然已经不算是爱情了 但是比爱情啊 可能更加的改人 虽然呢 已经不是家人了 但可以说呀 比家人更加的真诚 但是宋小女已经回不去了 张玉桓更加回不去了 现实与矛盾之中 更让人反思错案 对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折磨呀 那在这里呢 提到了这个张玉桓的前妻 宋小女 咱们今天这个案件呢 就从宋小女在这里开始说起 宋小女一开始啊 给一些记者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是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 因为这个宋小女啊 肤色非常的有黑 闪光的眼睛 咧着嘴的笑容 张开了双臂在互联网当中 是迅速的传播开来 成为了近年来冤家错案 当事人周边人物最有辨识度的画面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百度当中搜索一下 宋小女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从一个侧面呢 反映了近年来媒体融合发展的成果 对这些事件的综合报道 立体的全方位的报道 2020年的7月31号 得知张玉环按再审宣判的消息时候啊 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和两个儿子 从福建的东山县赶回到了近县老家 张玉环的二儿子张宝刚就说呀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呀 27年已经够漫长的了 但是这一个月显得更加漫长啊 7月6号啊 他们已经回到近县老家一次了 当时呢 宋小女呀 从代理历史处得知呢 再审将会在7月9号开庭 张玉环很可能会被当庭无罪释放 他急忙和儿子搭了一位江西老乡的顺风车 赶回到了老家 他和儿子先回到了张家村 为张玉环准备住处 自从张玉环出世之后啊 他们这个情感意义上的家 其实就已经没了 老宅也很快的荒废了 宋小女回忆说 站在屋子里呀 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啊 7月9号凌晨三四点钟 终于是挨到天亮了 宋小女实在躺不住了 她的第一个反应啊 是赶紧去梳妆打扮 宋小女告诉记者说 那天早晨 她为了能让张玉环 看到自己最漂亮的形象 她换上了儿子 给她买的新衣服 用了两三个小时时间 寻找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发型 最后她选择将两缕头发 编成麻花辫 分到了脑后 用发甲夹住 最后 宣判的时间未定 她和两个儿子 先返回到了福建 归途之中 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着短短二十天 仿佛又把我带到了1993年 那个度日如年的日子 永远不要嘲笑一个喝醉酒哭的人 你永远不知道 她经历了什么 咱们再讲一讲 这个26年前 在1993年10月24号那天发生的事 那天午饭的时候 张家村的两名男童 六岁的张晓荣和四岁的张伟失踪了 第二天上午 张晓荣和张伟的尸体 在距离张家村 北面大约两华里的下马堂水库里被发现了 根据这个近贤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事后出去的破案报告说呀 两个男童尸体打捞上来准备下葬的时候 有村民就发现两个男童的脖梗处啊 有踏杀的痕迹 在对全村61户村民逐户排查之后 警方就将张宇环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了 警方在破案报告中写道 张宇环在接受警方问话时 神情紧张不停的两手搓插 对自己手上的伤痕解释不清 10月27号 两名男童的尸体被发现两天之后 张宇环被收容审查了 根据辩护律师尚满庆介绍说呀 审讯期间张宇环共做出了六份笔录 其中呢 有两份呢 是有罪的供述 第一份有罪供述 形成于1993年的11月3号 询问笔录当中显示啊 张宇环自己说 事发当天 他看到两名受害男童 在本村一处水汤边玩耍 想起这个张小荣 曾经偷盗过自家的油盐 自己找其父母理论的时候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他便想趁机啊 教训这个小孩 随之就起了杀意 最后呢 他在水汤旁的菜园处 用在水汤边捡来的蛇皮袋子 做的绳子 勒死了张小荣 为了灭口呢 他将张伟也一并杀害了 那在当年11月4号做出的第二份 有罪的供述之中啊 张宇环此前交代的杀人地点 变成了自家住宅 杀人工具呢 变成了自家的防岩下 一根用风麻袋口的绳子 仿成的大人手指粗细的麻绳 这个杀人起因 他说是看到张小荣和张伟啊 在自己的房屋前 将这个接岩上的土往下面扒 连想到张小荣以前打过儿子 还到过他家的油盐 进而就对着两个孩子 起了杀意了 在这两份有罪的供述之中 张玉环交代的杀人地点 杀人工具和杀人动机均有所出路 但是最终他们一并成为警方 举认定张玉环故意杀人的主要证据 1995年1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张玉环故意杀人案 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充分 依法就判处张玉环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张玉环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995年3月的时候 江西省高院发布刑事裁定书 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南昌中院重审 2001年的时候呢 南昌中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张玉环再次就提出上诉了 同年11月份 江西省高院又驳回了他的上诉 张玉环随之被送往南昌监狱服行了 那司法机关认定啊 张玉环有罪的证据 主要就是他的两份有罪的供述 但是张玉环便称说 那两份有罪的供述 都是在警方刑讯逼供 和以家人安全相要挟下做出的 在一份申诉状里 张玉环呢 曾经详细的讲述了 他被刑讯逼供的经过 一审判决书显示 张玉环曾经在法庭上辩称自己 是被冤枉的 杀人罪行是被公安局办人员 虚打成招的 但是南昌市中院认为 张玉环辩称冤枉 纯系推卸罪责 不予采纳 在等待终审判决的六年时间里 张玉环被羁押于 晋贤县的看守所 张玉环当年的育友 黄冠明回忆说呀 在看守所里呀 管教干部和普通犯人 都管他叫花生米 因为他是死刑犯 大家管挨枪子的 就叫挨花生米 2001年的时候 这个黄冠明和张玉环 一起被羁押在 禁贤看守所 两个人在同一个监视里呀 待了大概有十来个月 黄冠明就告诉记者呀 他曾经问过张玉环 说那件事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张玉环说 我根本就不会做那样的傻事啊 二审判决结果宣布之后 张玉环呢 由晋贤县看守所 转到了南昌市的监狱服刑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回忆呀 出到南昌监狱的时候 张玉环经常故意不完成分贝给他的裁剪衣服的任务 甚至多次捡坏衣服 为此被关了几次禁闭 探监的时候 张民强告诉张玉环说 如果事情真是你做的 探个死缓 就谢天谢地吧 如果不是你做的 你就继续写材料申诉 张民强说呀 他每次探视呢 都会给自己的弟弟啊 带去一百个信封 还有一百张邮票 他让弟弟每周给相关的申诉单位写一封信 那在那么多的申诉信当中 老刘给他截取一段 给他读上一读 古往今来 谁都清楚杀人偿命 况且本案凶犯连杀两命 无疑罪应当诸 既然确认我是杀人犯 就应有证据证人 证言 证据确凿 枪决我毫无怨言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应依法判我无罪 恳请最高检察官们 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不要把我当一个替死鬼 终身监禁 这是不公平的 别说 在张宇环的信件当中 文笔还是不错的 那这是2002年 张宇环呢 在一封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申诉信中所写到的 张宇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说呀 经年累月下来呀 张宇环自己寄出的信呢 至少得有上千封了 请他的手寄出的 也得有两三百封了 2017年 律师王菲和尚满庆 接手了这个案子 2018年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决定对张宇环案 启动立案复查 2019年3月 江西省高院 决定再审张宇环案 说到这个 张宇环的前妻宋小女 她在回忆当中 得知张宇环被定为凶手时 她说当时 哭得瘫软在了路边 不停的对身边人说 这绝不可能 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 会无故的杀死 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 两个邻家的孩子 宋小女在家里边呢 排行老七 是家里最小的女孩 结婚前呢 母亲就和她说 你是个老实人 嫁人也要嫁一个老实人 宋小女说 经人介绍 张宇环成了母亲 心目中的理想女婿 1988年 两个人结婚 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 陆续有了两个儿子 在她的眼里啊 张宇环是一个既能挣钱 又会顾家 对自己百般迁就 疼爱的丈夫 宋小女说 她呢 从小身子就弱 没干过什么农活 结婚之后 弟弟的活 全部都贵了张宇环 她就只负责 照顾两个孩子 农贤的时候 张宇环凭借着一手 木匠的手艺 偶尔呢 会去福建上海啊 接起单 木工活 补贴家用 有一次 她和张宇环说 自己生完孩子就胖了 结婚时买的很多衣服 穿不下了 张宇环听完之后 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 就给她从县城里 买了几套新衣服 尺寸都是丝毫不差 张宇环被警方定为凶手之后 被害家庭的责骂 同村人的冷眼 接踵而来 宋小女不敢呢 再带着两个儿子 在张家村生活下去了 她和两个儿子 辗转于娘家 和几位亲戚家 她说呀 这家待两个月 每家待两个月 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 1999年 经家人的介绍 宋小女认识了 现在的丈夫 在决定和她一起生活之前 宋小女和她的丈夫 提出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第一 是要无条件的 对她的两个儿子好 第二 无论她什么时候 想去看望张宇环 她的这个新丈夫 都不能拦着 2012年 宋小女就和张宇环 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2020年8月3号上午 宋小女和儿子回了张家村 给张玉环的母亲 做了一顿饭 老人家状态 看起来还不错 给赛场记者 拿出了很多 孙子和宋小女的老照片 那些照片啊 都被她一张一张的 夹在两本旧书里 虽然已经改嫁多年 但是宋小女 还是管这位前婆婆叫妈 自然而又亲切 上次回家 她又想好了 等张玉环出狱 一家人呢 会先在进险老家 过几天团圆的生活 之后 她就会回到 现在丈夫的身边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她想在生活和情感上 好好的补偿丈夫 她说 这些年 为了张玉环的案子 我亏欠她太多了 她说呀 自己呢 要把两个儿子 还给张玉环 希望他们好好生活 大儿子张宝仁 初中毕业之后啊 就已经外出大工了 二儿子张宝刚 则没上完小学就辍学了 如今兄弟二人都已成家 各自有了两个孩子 他们在不同的 渔业公司里上班 帮人出海打鱼 收入 勉强能维持家庭生活 期待已久的日子 就要来了 兄弟俩的心情 都是有些复杂呀 两个孩子就说了 虽然表面上 来看呢 我们家里是要团圆了 但是对于我父亲来说 母亲 还是我们的母亲 却不再是他的妻子了 张宝仁和弟弟啊 已经对父亲将来的生活 有了初步的安排 孩子们说呀 其实我之前 从来没想过 有父亲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 你没有吃过西瓜 不知道 他的味道 就不会去想吃的 但是父亲 也是不得已 抛弃我们两兄弟 我们做儿子的 该孝敬 还是要孝敬 张宝仁说 等父亲出狱之后 会让他和自己呀 还有弟弟一家见面 让他看到两个儿子成家了 还有了下一代 说希望 这种亲人团聚的场面 能慰藉他在狱中的痛楚 考虑到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 已经让父亲 与社会脱节了 失去妻子 与完整家庭 也给父亲带来巨大的伤痛 他计划呢 先陪父亲生活一段时间 帮助他慢慢融入社会 回归正常生活 他说呀 事后到底是跟我们一起回福建生活 还是留在老家 就看父亲的选择了 那在这个案件的最后的部分呢 老刘再和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十分关注的 国家赔偿款的这个事情 在九月二号的上午啊 张玉环在其国家赔偿案代理律师 程广新 罗金寿 以及家人的陪同下 向江西省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 这个赔偿申请的主要内容呢 是包括五项 包括呢 第一 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 一千零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六百四十元 那赔偿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是一百万元 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一千零一百七十一点五六四万元 深渊费用支出一百万元 各项共计人民币两千二百三十四万元 那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哈 因为这个数字呢 它是这个律师提出申请的费用 不是赔偿的费用 所以这个费用呢 其实老刘也掌握的不是很很详细 很准确 如果有听众朋友 对此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说法 另外呢 这个张玉环的哥哥告诉记者说呀 江西高院正是受理张玉环国家赔偿申请之后 曾经先后三次找到张玉环 还有他的律师和家属进行协商 那在递交国家赔偿申请时 张玉环和代理律师 曾要求百分之一百的精神损害的抚慰金的比例 而依据决定书张玉环的精神抚慰金 占人身自由赔偿金 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六 张明强说呀 在协商之中 江西高院综合考虑了当地 以往的判例 并依据最高法规定的百分之三十五的原则上限 做出了最终的赔偿决定 另外呢 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审理国家赔偿案件 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 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的赔偿金 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 但是说起来呀 在我们国家这个同类的一些赔偿案件当中 精神损害抚慰金比例都突破了最高法规定的百分之三十五的上限 比如说我在上期案件讲过的吉林的刘忠林 他这个精神损害金的比例啊 都是按照人身自由赔偿金大概百分之七十五来进行赔偿的 张玉环国家赔偿案另一名代理律师程广新就认为 这个错案呢 对张玉环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损害 张玉环也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写道啊 拿到无罪判决之后仍然生活在无边的恐惧之中 每日都是噩梦交替呀 近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还影响了张玉环的健康 无罪之后张玉环称在刑警队遭受刑讯逼供 至今他的双手大腿伤还有伤疤 因为长时间积压佩戴戒具 他的右脚已经严重的变形了 后续仍需要矫正治疗 罗金兽就说呢 我们一直希望参考刘忠林案的标准 但是国家赔偿案件之中 法官的财量空间大 张民强说呀 虽然对赔偿金额不是满意 但是张玉环仍然选择接受了 等到领取到国家赔偿之后 张玉环计划先给两个儿子买个房 以弥补人父职责 剩余的部分留作养老之用 除此之外呢 等张玉环再适应和修整一段时间 张民强希望能在南昌或者进闲县呢 帮助他找一份简单的工作 让他早日的独立生活